对这一决定我感到非常高兴 并愿意 非常愿意接受这一邀请 厦门就因为我们今天一直在甲壁 没有在甲癌 对甲癌的各方面的情况不是很了解 我想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更大的考验 据池上斌在新闻发布会后透露 他今天下午飞赴珠海 开始为期一个多月的国家队集训 之后池上斌将对厦门队的人员构成做较大变动 重点加强中场和封线的力量 寻找内外员工作也将逐步展开 明年厦门队在甲癌联赛中的首要任务是先保级 站稳脚跟后再争取更好的成绩 这是厦门台报道的 在厦门足球俱乐部新闻发布会后的几个小时 深圳平安俱乐部今天下午也在深圳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不过他们并不是针对池上斌来的 他们宣布风头正进的巴西教练塔瓦雷斯 将在下个赛季指教深圳平安队 在新闻发布会上塔瓦雷斯只待了短短十分钟 然而他的表态却与池上斌大相径庭 这位把四川全新队带入三甲的教练 把明年平安队在甲A联赛中的目标定位在了第五名 而且在其主动要求之下 在他与俱乐部签约的条款中写明如下内容 只有球队保级之后主教练才有年薪 而只有夺得第五名后主教练才拿奖金 据说他的年薪不会高于在全新队的标准 而且略低于他的前任车犯根 新闻发布会上 平安俱乐部的负责人还解释了池上斌不来深圳的原因 并出示了池上斌的一封道歉信 会后塔瓦雷斯已经香港回国 明年1月他将走马上任 这是深圳台报道的 99中旅碑迎回归北京至澳门自营车拉力赛今天进入第19天 车队已经进入广东省境内 这也是本次拉力赛抵达澳门前所途经的最后一个省份 拉力赛车队昨天清晨从湖南琛州启程 骑行62公里后抵达了湖南省与广东省的交界处 在此两地公安干警举行了短暂的交接仪式 在车队完全进入广东境内之后 由于道路施工队员停止骑行随车前进 在走过这段10公里长的泥泞道路之后 车队进入了本次拉力赛中难得一见的良好路段 队伍骑行速度大大提高 有一个小时甚至达到了每小时近60公里 下坡路段个别队员的瞬间速度也高达六七十公里 中午12时左右队员们安全抵达目的地连州 共骑行了133公里 在连州经过一夜休整之后 今天一大早车队又开始向清远进发 从连州至清远的路段多为山路 而且下坡路坡度大距离长 为确保安全 广东警方将单方向车道进行全封闭 这样既保护了运动员又减轻了107国道的压力 在指挥部的果断指挥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运动员们骑行了130公里之后安全抵达清远 明天他们将继续向广州市进发 并在那里进行第六战的绕圈赛 这是中央台和广东台报道的 99国际航连特技飞行大奖赛最后一战 张家界战的比赛今天正式进行 来自立陶宛的凯里斯 得得了今天比赛的第一名 由于张家界战的比赛将决出 今年特技飞行大赛的总冠军 因此参赛选手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 今天张家界的天气情好 下午两点比赛开始 选手们在空中做出了精彩的表演 为了增加飞行难度 选手们不惜扣分进行超低空飞行 最终来自立陶宛的飞行员凯里斯 驾驶着SU-31型飞机 得得今天比赛的第一名 俄罗斯的特莫尔排在第二位 名列第三的是匈牙利名将彼得 彼得是去年特技飞行大奖赛的总冠军 并且在今年的总成绩榜上占据首位 在明天比赛结束之后 人们将知道谁是今年的新科状元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我们相信随着人们对绿色食品的进一步认识 绿色食品将更多地走上普通百姓的餐桌 将苏佳佳 成都五牛队1比0战胜广州白云山队 这样甲壁联赛在最后两轮将更加激烈 冲A和降级都只剩下一个名额 它的功能比都跟国际上现在最大的通信卫星 可以相比美 据聊天